还有一个同学呢 他是木工 他穿的非常fashion 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做木工 今天是三月六号 三月六号 对 没错 星期一 然后上个礼拜三 我没有去上课 换课了 那一天的话 我感冒发烧 发肚子 哎呦很奇怪 就那天星期一去看 一个电影展映 什么 什么马 马桶 会堂 那个电影 看完之后 那几天特别冷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凉了 回来第二天 两天连续都不舒服 所以那天上课就没去 在家里待着 也像以前COVID那样 休息了两天 没有COVID那么长时间 然后接着就是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三天的拍摄 那昨天拍完 杀青了 那整个片就是拍的 还其实蛮认真的 就是前期rehearsal 研究角色 台词 各方面都下了一定的功夫 然后拍摄的过程也是 导演比较认真 一边一边的 就是拍摄的那个镜头不多 但是花了时间还挺长的 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就拍摄的过程 那我的部分还OK 比起我之前演的 不管是从投入的 就是那种研究啊 投入的时间啊 还有包括这个角色的 不一样啊 特点啊 性格啊 也对我来说 是一次新的体验 挑战 最难的我觉得就是 主角 Jack 他那个他的连续好几天 都是穿着短袖啊 在山上跑啊 很冷啊 因为我们我都是穿着 长袖衣服的 所以我基本上没有问题 里面还套了两件 打底的衣服 所以我就没有问题 但现在我的嘴唇还是干的 就我估计是这两天 那个因为气候的 给人弄的 那他们的话 我估计包括导演啊 连续那么多天 肯定是现在在睡大觉 或者说是甚至拼一场都有可能 我还好 但我希望这个片子出来之后 会效果很好 然后也敬请期待 就是我们的那个同学的群里面呢 经常就他们还是挺热烈的挺那个积极的在组织一些课外的活动 我的话就参加过两次 现在他们一直都有这种在练习我觉得他们挺厉害的 当然他们有个便利就是他们都住在那边比较方便 那我的话上两次课要跑来回三个小时我就已经有点点真的是就觉得很奢侈的就花很多时间嘛 所以再有别的时间再去的话我就有点难 除非是哪一天就是学校放假不上课 那那一天我本来是已经预预预留出来要上课了嘛 那我就去 那如果是别的时间一和三之外的时间 我基本上就没有太多时间去了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一直坚持的话还是有效果 对这个reputation进行到后面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呢 我是感觉他们我看到他们身上有一些有进步的人的话 他就是成了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你有什么感受都会出来 就是不会说去压住了自己 然后把那个就是按你个人的性格去压抑了你的表达的这个可能性和欲望 因为按照你个人的个性的话 很多时候你就觉得无所谓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话 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你自己 所以你要突破走出那一步 然后而且也要真实真诚和发自内心真实的 那你就得通过这种练习 这种练习是没有剧本啊 没有台词啊没有什么设定的限制的 是一种就是感受的 就是你想到说什么说什么 对这个其实我还是没有通过掉 这个在课堂的前面尽量在我们上课前提早到的时候 有时候尽量的去巩固一下吧 刚刚下完课现在是1点18分左右 今天上课的话 今天上课的话 因为是那个John在的话 就是有点不一样 之前我们做这个 Independent Activities 的时候呢 就是另外一个助教嘛 他就没有讲的那么 主要是以鼓励为主 然后但也挺好啊 那John的话他说的 他更加去规范了这个 这个练习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就是包括我 有几个做得非常好 我都觉得挺好的 也我相信他在做那些事情 但是 John的话还是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就是比如说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假设他是去一个handyman 一个工人去做去别人家里做一个事情嘛 然后做完了 他就偷做完之后 他就偷喝了那个红酒 然后放在那个地毯上 然后不小心打翻了 然后哇 然后他就赶紧去清洁 这样的一个过程 做得非常真 也做了很多很细的一些东西 他也是在认认真真地在让别人相信他在做这件事情 但老师就说这个还是太多了 另外一个就说他这个表演的成分太多了 就是本身你这个前提的设定就是有点不是那么自然 那应该是就是说你真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你把它想得非常的具体 我什么时候要完成我完成了是为了什么 为了谁他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或者是什么样的结果 要想得非常具体 然后老师也帮助其他的同学去让他补充这些信息 比如说问你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在就准备这个audition 那你就是你在可能你做这个audition将来会被录用 那你录用了之后谁跟你做coastar是你的谁跟你跟你一起演戏 那你去想象的很具体 把它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人你喜欢跟他演戏的人你梦想跟他演戏的人 谁是导演谁是谁谁谁谁谁 然后什么时候多久然后他会给你带来什么东西 就是帮助啊就是让你去非常详细的具体化这件事情 这样的话那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就非常的有一个根据 然后也有包括时间啊紧迫性啊 时间的紧迫性啊还有事情的细细节啊这些东西你自然而然就有了 还有什么呢 哦还有这次上课 老师他其实看起来是闲聊其实也聊出很多东西 他喜欢就是去说很多看起来跟课堂讲的东西不一样的 没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的话也让我们通过这个知道了很多同学的一个他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背景 比如说我们一个双胞胎的同学啊一直是呃老师喜欢拿来说的呃一对呃也两个人 那他们有不同的特点 然后其中一个他还是在巴西的时候他是从巴西来的他在巴西的时候他还是那个牙医呢他是在很好的一个医学院学了牙医 然后啊当地也在当地做了一年的牙医 然后啊为什么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做了做要做演员他说他呃就是喜欢演习他学牙医的时候也是啊被迫因为父母说哎除非你拿到一个这种高级的这样的执照那我就让你去做你爱做的事情 那他现在他后来就真正的去拿上了这个医学院学了牙医 然后拿到了执照 然后他他就做了一年他就开始做啊做演员了 然后他现在反而就是觉得哎我要感谢他的父母当时逼他去做这件事情也让他就是怎么样就让他最终实现了他能去做演员理所当然的去做演员 嗯还有一个同学呢他是木工啊在中国人来说的话听起来木工好像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呃技能的一个技工但其实他就蛮有意思啊你其实他穿的非常fashion然后啊 他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做木工挺有意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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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